沒有講那麼多啦 因為我怕大家都聽過很多次了 所以但是我想說就是分享一些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 我發現他是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重要的 那包括我今天講上才去聽一個演講 他是老爺酒店集團的創辦 目前的執行長叫沈剛正 對他的演講 然後這次的主題是沙發的故事 然後十件夢想只要一件一張沙發 很重要一個概念就是 你要做一件事情其實你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你就可以去做了 你不用覺得自己一定要有很多的背景 或什麼的才能夠去做 對 好 那簡單告訴大家的下次就是沙發課 然後沙發旅行 然後他主要是成立是在 沒有記錯應該是德國開始了啦 他是一個交換住宿的平台 然後所謂沙發課就是交換住宿 我家沙發只是一個大名詞 那我可能真的住沙發 可能住帳篷 可能住一個很舒適的客房 都有可能 那他有很多種可能性 那他可能是我可以接待你 但是可能不能讓你住 那有可能我陪你吃一頓飯 這樣子 那甚至是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可以帶你出去玩 也可以跟你一起吃飯 然後讓你住一晚 這個都可以有很多種 然後大概是這一邊 在台灣的話 比較多人在用的就是背包客棧 他完全中文的 那這個真的非常的 還算亞洲地區裡面非常完整的一個系統 那不管是你要出國打工度假 或者是只是沙發課旅行 或者是你真的要環島 或者是去東南亞 想要找便宜的住宿 或者是高級的住宿 甚至有一些網址 都可以在這邊找搜尋得到 對 那很多就是 我這一次所有的 算是認識的朋友 幾乎絕大部分都是從這個來的 那這個是就是 剛才講的CouchSurfing 是最原始 就是歐美的部分 比較多的一種 那這個部分我就沒有著重太多 好 那就跟大家說 你已經準備好開始 要跟著我一起準備包女士了嗎 好 那為什麼要來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很簡單 我有一天 在我大餐的時候 看了一個部片 就是這個 有看過的人可以舉手嗎 對 1233 對 他交換的是什麼 來 驗翔說一下 是驗傑錄器 故事 對不對 好 那我 我沒有一個餐廳可以跟人家交換東西 那我要拿什麼東西跟人家交換呢 我也喜歡聽護士啊 所以 我拿我的住宿跟別人交換 好 可是 人家為什麼要跟你交換呢 對 好 所以我就讓自己的設定 有一天晚上我就想說 剛剛好我想說 我好想去環島 可是 因為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我都沒有去環島 可是我想說 在這段時間我不能做環島這件事 時間的時候 我可以做一些 先付出 先付出 做一些事情 我說好吧 我就面對我正前方的那個空房間說 好吧 那我就 如果有人需要來 住的時候 你就來吧 免費 然後我希望能夠 募集到 100個人 對 100個人 只要你們都在過來住的時候 跟我分享一些 呃 你自己旅程過程當中的故事 這樣就足夠 對 好 那這個跟 好 所以就因為這篇文章就是這邊 然後 就 我就開始了我散發衝浪的第一 第一步 在三年前大三的時候 我踏不出去 可是就在四五年之後 大概我將近三十歲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自己一事無成這樣子 沒錢 沒什麼有的 怎麼都沒有的 對 就顧家國人一個人 所以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很特別很感謝 感恩上天就是給我 一直在那個 熱門討論區 就環島夢想者一般的計畫 對 那細節的話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 這個可能不是很重要 好 再來的話 他的點閱率目前大概有一萬多個 現在大概應該有 一萬五千個以上的點閱率 對 好 再來的話 好 那我們正式進入主題了 那我選了 在目前為止 大概將近六十位的朋友裡面 我選了幾個 比較特別的朋友 來跟大家做 做分享 好 第一個 這個就是我第一位的那個 衝浪者 就是接待的朋友 他是來自重慶的人 那也是因為他 為什麼叫做開衝的定心石呢 當我PO上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傳訊息過來 問我說可不可以讓他住 對 我就原本想說 反而我這次朋友應該是不會有人來吧 因為 我不太確定亞洲這樣的習性到底是怎樣 原本想到他就 說他要來 我滿心期待 我想好好好 那我要 其實在接待他的前一天我非常緊張 糟糕真的有陌生人來住 其實在這之前我真的很不喜歡 家裡有陌生人 真的 我不喜歡 但是也是因為他 我已經默默的習慣了 對 生活下會很不舒服這樣子 但是也是因為從這個開始 我已經習慣家裡有人 甚至我會把鑰匙就丟給他 甚至把鑰匙丟在地板上 然後說我可能不在喔 那你就自己去玩吧 然後你就開門進去 然後我甚至會跟他講說 欸我今天不會回來了 然後你就明天早上你就 鑰匙放在哪裡就可以走了 對 然後他說你真的不怕我把鑰匙拿走嗎 我說我沒有 我不害怕 反正我都敢讓你來住 那其他這些人呢 這些人是我在那個時候 是在聽障協會工作的時候的朋友 這樣子 然後那天剛好去我們家聚餐 他們全部都是聽障 聽障者 然後特別是這一位胖胖的女生 他也有在單車環島 對他有一個單車環島活動 然後我就請他們兩個去分享 他們兩個單車環島的訊息 他就用手語告訴他說 其實他開始環的第一天 他就後悔了 我心裡想說 人家也是才剛開始環 你就跟他講說你後悔 他說可是當他環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說還好我有來參加這樣子 有意義的活動 因為他參加環島的那個人 全部都是聽障者 所以他也讓他這位大陸來的男生 更能安心的繼續他的環島路程 再來的話 這是一個香港男的女生 他真的帶了兩個很小的包包 就穿這樣子 就開始環島了 然後他也是我第一個接待的女生 然後我覺得為什麼要放他 我會覺得是 這年頭女生真的比男生還要有勇氣 就踏出那一步 尤其是自己一個人 對 所以這值得鼓勵 這兩個呢 是我目前算很好的朋友 他們是北京人 但是在香港工作 他們因為放棄了香港金融事業 因為他不想要在那邊賺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他們就帶著老婆 就環遊世界去了 那他們真的很貼心 他們在 離開台灣的第一站日本 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 當他要結束四個月的環遊世界的旅程 在德國最後一站的時候 他又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我 對 我覺得這個連結真的很棒 好 再來的話 這兩個為什麼就超越二十歲間的硬定相運呢 有沒有想散散看這兩個人的關係 姊弟戀嗎 姊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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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姊弟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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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二十間的命 這個跟這個齁 是分開來的 那很簡單快速講 他們兩個其實是同事而已啦 那他們一起騎了一台摩托車 然後兩個都離職 然後就一起來環島 對 然後他說他們一進來說 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兩個在一起 對 對 然後他們真的二十歲 那為什麼叫命定的下面 因為他當初我是在做NGO 那個時候他也很猶豫說 太想要做NGO嗎 可是他找不到人可以問 然後偶爾間 然後到我這邊之後 知道我在做NGO 跟我聊了一整個晚上NGO之後 他就說 嗯沒錯 這個就是我未來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對 然後 他現在應該是在做NGO 他現在在當培訓機師 他是以後的準機師 對 很特別 然後 就是很有趣的啦 這個 他是一個某樂團的鼓手 叫生命術 對 那很特別 我也不知道這個樂團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的話 他不是納豆 然後他不是神秘靈 對 那他是香港的sircus 那香港有一個小團隊也在玩sircus這個活動 然後的主辦人 對 然後他很特別 他就是騎這樣騎三輪車喔 然後環島 然後三輪車他真的很很棒的 就是因為他沒有變數 當他上坡或下二坡或是幹嘛的時候 他真的騎得快死掉了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很特別的一個人就對了 然後他最特別的是 我有一天就傳簡訊的時候 欸你最近好嗎 因為都遇到下大了 他說 我還好我今天住在一個學校 我說 學校那還好嗎 他說 都沒有人 我說 那不會很恐怖 你不會怕遇到鬼嗎 他說 我不怕 對對對 好 再來的話這個是小學弟 然後在就是環島共鳴 他們就是在路上遇到 然後一直進行的這樣子 對然後這個是 就是之前燕姐跟我介紹一個 徒步環島的朋友 這樣 再來就是 最後一張了 這個就是 幫我把我的沙巴克跨越亞洲的人 對 這兩個來自西班牙的老師 跟一個路邊撿回來的韓國人 是他這個台灣人撿回來的 對 我們大概可以用幾分鐘來講一下 OK 好 這是香港的 因為太多了 這個是提供給他們 後來我換了房間 對然後最後跟大家講的是 實踐夢想的勇氣是來自於 每個來自這個沙發的旅人 對 然後實踐 就是 實踐是夢想達成的不二方 對 一定要真正去實踐你的夢想 才不會由你只是嘴巴說的夢想 這樣子 對 OK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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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